不可能 替身术 可恶 用不出来了 这次真的要栽了 我可是百分百的成功率 没想到栽在这种小地方 说 谁派你来的 身为杀手当然要保护雇主的信息 请你不要挑战我的职业素养 哼 既然被你抓到了 要杀要挂西厅尊便 呵呵 杀手还有职业素养 很好 那我就成全你 死吧 你来真的啊 我知道错了 以后不敢了 求求你放了我吧 我也是头一次干这种事啊 你和我说 黑沙沙手绑第三的杀手 今天是第一次执行任务 我看起来有这么好骗吗 嘿嘿 大哥哥 你看人家这么可爱 就放人家一马吧 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 什么话 可爱在性感面前 不止一提 罢了 我死后 欠的那些钱不用还了吧 也好 终于解脱了 滚吧 下次再见到你绝不饶恕 哎呀 大哥哥不杀我了吗 在我改变心意之前 赶紧滚蛋 大哥哥你是个好人啊 拜拜了您嘞 这小丫头倒是有趣 实力也不错 若是能为我所用就好了 可恶 我堂堂灵狐 黑沙绑第三的杀手 居然在这里栽了 要是传出去那些家伙们会如何看我 人家不要面子的嘛 而且他居然还说我不性感 可恶 那个唐博社我不管了 必须找那个家伙报仇 不然我咽不下这口气 十三 是不是杀手又来了 小弟弟 你有没有受伤啊 放心吧 我没事 已经解决了 最近我都会守在公司 你们安心入睡 没有大事 不要离开公司 有十三在 我就安心了 嘿嘿 十三小弟弟真可靠 姐姐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要不一声相许吧 晚一 时间不早了 我们也该回去休息了 十三 暂时没什么危险 你先在这休息一会儿吧 嗯 好 唐博士真有意思 真要是和他在一起 也肯定不会无聊 有学识的女人 还是有魅力啊 嘿嘿 睡着了吧 我今天必须找回这个场子 对不住了 哦 小丫头 你胆子不小啊 原来我才是你刺杀的目标 嘿嘿 大哥哥 晚上好啊 外面的月色真不错呢 今晚是阴天 我说过 再遇到你绝不轻饶 啊 替身术 这次 我一定成功 不成功变成人 你这丫头是不是有授虐倾向 被我抓到七次 还不放弃 你是梦获转世 人家任务完成度 可是百分之百的成功率 现在居然在你身上失败了七次 我 你想怎样 我 我认输 你能不能有点骨气 哎 这丫头是怎么做到杀手榜第三的 罢了 你走吧 离开华国 不要再参与此事了 人家不走 人家已经决定了 决定什么 人家要跟着大哥哥 以后人家就是大哥哥的人了 抱歉 我对小孩子 我对小孩子没兴趣 人家还在发育 而且 而且人家不小了啦 大哥哥就收下人家吧 我什么都会 可以给大哥哥暖床 也会洗衣做饭 当然大哥哥有不喜欢的人 人家也可以帮你解决掉 而且是免费的哦 大哥哥 人家超值的 在考虑考虑呗 你真愿意跟着我 比真金还真 我丑话说在前头 你若是说谎 到时候背叛我 我会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人家记住了 从此以后 人家就是您的人 愿意听从大哥哥的差遣 你说什么 灵狐失踪了 是的老板 估计也死在了江中 这怎么可能 那个小地方 到底有什么强者坐镇 老板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能怎么办 黑哨榜第一 与第二的杀手 我们也联系不到 再说了 就算能联系上 世俗的钱财 想要雇佣他们 完全没有可能 现在我们只能放弃刺杀了 那我们要先查看 我们要先查看